仅仅,最近,杭州的刘女士由于慢性胃炎复发,在这中医大二月,新华消化内科就诊,本来只想胃病,却无疑发现了一个更戏剧的一幕。 医生在胃镜检查中发现刘女士胃病烧有一处肿块,消化内科王章刘主任团队为她进行手术切除,术后发现竟然是一枚鲜蛋。 上周的一个下午,记者来到病房探望,说起这颗鲜蛋,刘女士还有些后怕,如果不是这次检查的意外发现,都忘记我16岁那次的受伤经历,医生告诉我,长期的义务刺激会增加局部癌变的风险,慢性胃炎复发就诊,结果未必发现隆起,需要手术切除。 刘女士已经恢复得不错,精神很足,声音红亮。 刘女士告诉记者,她今年41岁,老家安徽,陷入在咸林,说起这颗子弹的发现,还真是出了偶然。 有好几年没发了,刘女士说,她是一家单位的骨蛋事业发展部的公关,经常要参加酒席应酬,即使到了饭点,也不能好好吃饭,还会经常喝酒,经常胃痛不舒服,整顿是满性胃炎。 断断失去也吃过好几年的药,最近有一年没发了,直到今年4月份开始,刘女士的胃硬又开始饭了,胃一直引领的不舒服。 前段时间,单位里又到了招商季,每天都有忙不过来的业务,而招商的成果直接关系到部门业绩,领导们都很重视。 所以刘女士也感到了压力突增,精神一直处于紧张状态,人很急劳,晚上回到家就没有胃口,每次只吃一点点饭,结果过两小时就又饿了,吃得少,白天就没有切力干活,感觉站着都会很吃力。 但是因为那时工作实在抽不开身,所以一直拖着,到6月初的一个周二,人实在受不了了,才特地到王章刘主任的专家门诊来看病。 检查发现刘女士除了为粘膜有发炎伴散的性迷烂之外,同时还在她的胃壁发现一个直径0.8厘米的隆起,考虑未非粘膜下肿瘤,有恶性病变得可能,为了明确诊断。 刘女士要求住院进一步检查,进一步检查发现是坚树异物,引出25年前的惊险逃生。 住院后,为了进一步判断龙起庆治,安排为刘女士做了超声内禁,克拉等检查,结果显示,未必的这团龙起是一个高密度的物体,考虑是坚树异物。 刘女士缓缓的回忆道,那年我16岁,还跟父母住在安徽农村的老家,我们家在村里算是比较富裕的一户人家。 我爸爸经常会开着一辆小货车出去做生意,没想到被小偷给盯上了。 我一个人还在房间里看电视,去卫生间的时候,突然看见窗户外有一个人影,正准备跳进屋子里。 家里进贼了,我马上警觉起来,喊了一声,你是谁啊? 那个小偷也不作声,他可能以为我要去抓住他,朝我开了一枪就跳出窗户跑了,子弹正好打在我的左胸口处。 顿时鲜血直流,刘女士爸妈听到响声,马上从房间里跑出来,看到倒在地上的女儿心里万非焦急,立刻把她送去县里的。 虽然度过了生命危险,可想要取出体内的这颗子弹,却没有那么容易,但与实际还是有一定差距。 而在手术开刀时,医生只能通过肉眼去寻找子弹的方位,就如同大海捞针一般。 并且子弹也会随着呼吸,运动而移动,更加大了取出的难度,因为手术风险比较高。 所以,医生都不建议我们开刀,医生还是建议,如果子弹对身体影响较小,也可以允许留在体内。 所幸的是,经过以后,刘女士胸口的伤愈合得很好,观察一段时间后,身体也没有再感觉到任何不适。 所以,一家人也就放弃了取出子弹。 取出的签弹表面已经发黑,一五长期留存体内有隐患,五吞瑞丽一五,七刀内无吸一五的,需要及时就医。 住院后不久,王章刘主任用SD内镜下棉膜玻璃切除术,顺利地将为刘女士体内的肿块完整地切除并取出。 结果也证实了刘女士的想法,消化道内取出鲜膽,就在王章刘主任的从医生甲里还是头一回。 一五怎么能在体内留存这么长时间,对身体还没有影响,进入人体的异物,究竟会造成多大影响? 要看异物的种类和存在人体的部位,王章刘主任说,普通的异物如像尸死、玻璃、紧熟等将进入人体后,因为与人体构造的不同,身体会有不同的表现,或是产生包膜,将异物包裹起来,或是不断地向体外排斥。 直到排出,当异物的外表形成包膜后,绝大多数会与身体产生相容,不会发生感染,患者也不痛不痒,对生活、工作没有任何负面影响。 而像刘女士的情况,王章刘主任分析说,从这颗切蛋的位置来看,万幸的是,它没有完全穿透卫壁,只摄入了差不多三分之二处就停了下来,之后卫壁外层慢慢愈合,就把子弹包裹进去,于是就在卫壁上生了根。 长期未不存在异物,会有一定的健康隐患,王章刘主任说,长期的异物刺激会增加局部癌变的风险,而以往王章刘主任在临床中经常遇到消化的异物的患者,大多都是因为物吞,吞入的物体也千奇百怪。 年轻人常见的有鱼刺,骨头,枣盒,牙切的,幼儿更多的是硬币,扭扣电池等等,物吞异物可能会造成十分危险的情况。 一些润利的异物,如果刺破皮肤,肌肉,有可能造成出血,疼痛,泌烂或感染,如果进入较深的位置,容易损伤脏器,如果不及时处理,有可能造成局部感染,溃烂,甚至有生命危险。 比较凶险的就是刺入主动脉,有可能造成大出血,造成死亡,一些比较大或形状特殊的异物,如钉子,硬币或袋钩的异物等,可能会在肠当或使馆内发生梗塑,间断,引起粘膜损伤甚至窗口。 王章刘主任提醒,物吞异物后,一定要及时到请身科医生判断该如何处理,千万不可自行诊断,以免错过最佳时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